《超級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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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親眼看過 原來2016年的10月至12月 連續三個月的滿月都會出現《超級月亮》 《超級月亮》 月亮在一個橢圓形的軌道上 圍繞著地球運行 意味著月球離地球的距離 有時遠有時近 月球軌道離地球最遠的一點 我們稱為遠地點 最近的一點我們稱為近地點 近地點距離地球大約只有35萬7千公里 在10月至12月的滿月 剛好亦都是月球較接近近地點的日子 所以月亮望上去 會比平日看上去更加大 肉眼所見的月亮直徑 會比在月球和地球平均距離時所見的 足足大大約7% 根據推算 今年11月14日晚上黑 是月球全年最近地球的一刻 所以這個時候看上去的月亮 應該會是最大 而且這次的超級月亮 還是1948年之後最大的一次 另外這次滿月的前後兩次 即是10月16日和12月14日 因為月球仍然是比較近近地點 所以亦可稱之為超級月亮 雖然每一次的超級月亮大小有些不同 不過用肉眼其實很難分別得出 說到月亮 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 原來不理地球和月球如何公轉自轉 轉來轉去 月球永遠都是用同一面向著地球 我們其實看不到它的背面 原來月球的自轉和公轉周期很特別 兩者的周期就是完全相同 即是說月球自轉了一個圈 剛巧也是圍繞著地球轉了一個圈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月球的另一面永遠都是背著地球 下次大家上院的時候 不妨戴個望遠鏡 看看月球上面的坑紋 是不是每次都一樣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了 再見